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张凡给了金颜艳一张人皮面具 两人快步上前 跟上了寸头男子的脚步 这些人皮面具 还是当年张凡夺剧原业的时候 那个本来和他敌对 后来化干戈为玉博的老头给的 张凡救了那个老头 患有强制性脊柱炎的孙女 小辫子男子和寸头男子都是普通人 张凡也并非是滥杀无辜之人 所以不可能对两个人痛下杀手 让两个人彻底闭嘴 可如果放过两个人 两人很可能会把他们被控制的情况 告诉南岳人 甚至告诉更多人 张凡三人若不戴人皮面具 三人容貌信息便是泄露了 后期很可能会给三个人带来麻烦 为了避免这些麻烦 张凡三人才戴上了人皮面具 跟上寸头男子的脚步之后 张凡轻轻拍打了一下寸头男子的肩膀 只见寸头男子猛地转过身来 下意识捂住了腰间的布袋 然后唧里呱啦地说了一通 他问咱们是干什么的 问问他关于剧原业的消息 金燕燕点头 然后将张凡的话翻译给寸头男子 张凡则是拨通了黄青云的电话 跟黄青云沟通好 让他那边做好准备 在金燕燕把张凡的话翻译给寸头男子以后 寸头男子愤怒地盯着张凡 唧里呱啦地又说了一通 张凡呢搭在寸头男子身上的手猛地用力 寸头男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其右腿膝盖骨已经是裂开 肩膀和膝盖传出的剧痛 再加上张凡那冰冷的眼神 令得寸头男子不敢再锅躁 虽然张凡不想对这两个卧人下杀手 但对于两人却不会有半分侧眼之心 寸头男子如果是国人而不是卧人 张凡很可能不会下这么重的手 这一切都源自于当年的耻辱 和现在卧人官方对于那一段历史的态度 另外刚才这个卧人估计也没说什么好话 随后寸头男子便开始叙述有关于剧园业的事 用了不到十分钟便完成了叙述 他说 金盐盐把目光投向张凡 要把寸头男子刚才说的消息翻译给张凡 张凡则抬手阻止 先不要跟我说 先听听你小辫子翻译怎么说的 张凡又拨打了黄秦云电话 跟黄秦云说明情况 张凡把手机递给金盐盐 黄秦云则把手机给了小辫子翻译 二人通过手机开始对话 在两人谈到一半的时候 寸头男子面色微微一变 闪过了一抹慌乱 想要对着话筒喊话 张凡拿起团卫生纸 直接便塞进了寸头男子的嘴巴里 五分钟之后金盐盐和小辫子男子聊完 把电话挂了 张凡问道 两个人说的差别在哪 差别大吗 从寸头男子刚才的反应来看 两个人所说的话明显是有差别的 差别只有一处 但是差别挺大的 说说 外面传言 巨元叶在稻田顶一口明墨挖的古井里 哦对了 这挺相当于咱们的乡镇一级 不过请要获得古井里的巨元叶 需要找到一个类似于古石蹭钩一样的东西 寸头男子说 这个类似于蹭钩的东西在板运村 也就是不明不白死了两户 共计十口人的那个村子 可小编翻译透露 在酒店时 寸头男子对南越人说 这个类似于蹭钩子一样的东西 在山千村 那是一个环境优美的村子 现在不少修炼之人已经过去了 对了 明天的南越人也过去 张凡看了眼睛炎炎 略做思索之后说道 你问问他 为何两次口径不一样 说话的时候 张凡把寸头男子嘴巴里面那团卫生纸给抽出来 可没等金炎炎开口 那村头男子便对张凡科技投来 唧哩呱啦地 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大痛 他解释说 他虽然说铁钩子板运村 但并没有害咱们的意思 只是想误导咱们的侦查方向 让咱们浪费更多的时间 听到这话 张凡冷横了一声 对金炎炎说 你告诉他 咱们有句古话 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尊头男子主动说出这么一番话 绝不是所谓的浪费他们的时间 显然是想借害死板运村那十个人的凶手的手 来害死他们 当金炎炎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翻译给尊头男子以后 尊头男子满脸慌乱 显然被张凡给猜中了 张凡念头一转 这人想击刀杀人 想必应该知道一些个板运村的秘密 跟他说 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于板运村的情况告诉我 我会放他离开 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家庭住址 如果敢骗我 他和他的家人都会遭殃 吉炎炎把这些话翻译给寸头 寸头男子面色一变 双手合十 连连对张凡说着什么 看那神态 应该是在对张凡说不敢再骗张凡了 经过金炎的翻译 也的确是这样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寸头男子便把板运村的情况告知金炎炎 金炎炎也立刻翻译给张凡 十年前 寸头男子一个神教的朋友在外历练 曾经在板运村后身的山上落脚休息 晚上的时候 这人听到了恶鬼凄厉的惨嚎 而且还不止一只 许这人说 这些邪碎的实力都很强 这人当时连动都没敢动 寸头男子推测 那十人应该是这些恶鬼杀死的 寸头男子用小心翼翼的目光看着张凡 这个情况更加可以说明 他给张凡指路的目的 他真怕张凡一怒之下把他给弄死 他此刻只盼着张凡能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 板运村后面的山上是一片坟地吗 金妍妍又把这个问题翻译给寸头男子 寸头男子连连摇头 鸡里呱啦地又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